欢迎收看最前线新闻,我是张静凌 高雄凤山大楼群聚主要是住在七楼的,传给住三楼的 而双方有可能是搭同一部电梯被感染 而七楼的富人在凤山中正路卖地瓜 陈其迈就说,只要是凤山人都知道这个地瓜摊 呼吁有去买过的人,赶紧裁剪 在凤山地区有一位女性发病 高雄又增加确诊个案,感染源跟人物家庭群聚 N主公指标个案相关,被匡列隔离中 6岁女童确诊,另外一个人案14872 是日前公布的14415住同一栋大楼的女住户 重点是两人彼此不认识 密闭狭窄通风不良的空间里面 电梯是很有嫌疑的 案14415、14416分别在6月22日、23日确诊 住凤山一栋大厦的七楼 而案14872、25号发病 29号确诊,则是住在三楼 他同住的两位家人也都出现相关的症状 29号社区住户全体筛检 两个人也确诊 只是未列入案号 三楼、七楼、两家共五个人确诊 研判电梯就是感染源 这栋大楼的电梯 代公布案号的七十多岁富人摆地瓜为生 市府也公布6月22到29日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 有到凤山中正路买地瓜的人 请跟市府联系 凤山大楼群聚案两户五个人染疫 不排除共用同一部电梯接触传染 除了社区大规模清销 100多位住户还是得在防御旅馆住到检疫期满 因为怕的就是同电梯内的病毒 可能还传给其他住户 TVBS新闻综合报导 由于市府昨晚是强制把凤山的大楼给清空 被质疑很蛮横 陈清迈说是因为大楼三个电梯很狭窄 通风不良 担心会变成感染窝 凤山大楼有人确诊 高雄市府八个小时内将上百人筛检后 全都送到防疫旅馆 没想到让不少住户相当错愕 因为根据现有补助 照到隔离除了中央美人每天补助1000元 高雄市加码500元 但有些住户被安置的旅馆 一天就要2000元 加上薪水损失14天下来 收支差距就高达上万元 另外法院依据也遭到当地资深律师质疑 有一点过当了 总统发布紧急命令都要比例原则 何况没有发布紧急命令的情况下 14天到了有人发病 那里有人发病那里有人发病 那这个后果我想是可能会 在那里变成一个群聚感染窝 这个风险其实是非常高 我们是做专业的 在防疫上的一个考量 其他我们认为 这个并不是我们考量的一个重点 遭到住在确诊大楼附近 还担任检察官 法官超过20年的资深律师批评 陈其迈也态度强硬 倒是指挥官陈时中缓夹说 这是两难 其实都在两难 如果我自己要做判断的话 如果我觉得公共区域里面所引发的 那我可能会朝向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匡列 陈时中委婉说 要大规模匡列 其实跟强制隔离还是有差距 市府则是搬出传染病房制法 43及48条 强调遇到法定传染病 可以有断燃措施 双方看法南辕北侧 只是大楼染疫 首次以轻轰的方式处理 到底有没有过当 是否变成未来的通力 就如陈时中所言 实在两难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方山群聚再增一粒 是跟白牌车司机一起用餐的朋友 而昨天确诊方辽果农的妻子 确认也是感染Delta变异株 屏东却整个案又多亿人 跟秘鲁返台的祖孙有关 他们传给亲戚 再传染给白牌车司机 跟问奖泡茶的 还有吃饭的方山 总共15个人染疫 累计至30日 已经确定有12个人 都是感染了Delta印度变异株病毒 新增的这一名血诊者 案14905 52岁的妇人 她会染疫 主要就是白牌车司机 原来她的同事是案14410 6月21日跟白牌车问奖 一起到面摊外带食物 在一起去14905 她家吃饭 荒山爆发群聚 丰岗村跟串鱼村 各店家经过休业三天大清宵 已经开放营业 但以往人潮比较多的菜市场 还是一片空荡荡 人来买过了吗 有啊有啊 哎呀想说休息没有人 Delta病毒威胁屏东 已经有十多个人 感染印度变种病毒 风暴还没平息前 方山人只能谨慎再谨慎 TVBS新闻 叶峰达频道报道 原本怀是因为果农 去过了方辽医院被传染 但疫调指出 秘乳祖孙送医 是在居家隔离的通道筛检 跟在门诊的果农 没有接触 也让人担心 是否有隐形的传播链 方辽马路整个封起来 让民众坐在椅子上 等待领号码牌 才能保持安全距离 大家依序耐心等候 方辽社区快筛站 第三天人一样多 但动线比起前两天 还要顺 效率也变高了 屏东方辽乡三处快筛站 原定7月1号结束 但县政府评估延期 截至6月30号上午 有3534人筛完 其中有2456人阴性 1078人检验中 而方辽老农的感染源 依旧不明 先前去过的方辽医院 全院392人裁检阴性 包括员工病人 还有陪病者跟外包伤 剩下匡列的399人 正在集中检疫 方辽医院快筛站 在急诊室跟门诊的前方 6月14日 秘如祖孙发烧跟肚子痛送医 院方判断两个人持居家隔离 所以在居隔通道筛检 随后在独立空间替祖孙吊点滴 全程跟门诊还有急诊分开 当天老农也去医院 但都待在门诊 却感染Delta病毒 加上病毒有潜伏期 有没有可能是社区隐形传染链 派蒙安强调 虽然扩大筛检 但还是得遵守中央规范 但病毒怎么传的 疫调还在查 针对6月14号 进出医院的民众 也陆续发简讯通知 提醒他们前往筛检 后续也将随疫情调查 做滚动式调整 TVBS新闻 叶凤达徐克成纪元 屏东报道 位在新北市汤城园区的 MOMO爆出有5人确诊 尽管MOMO强调 早在5月中就进行分流 但业者被指控隐匿 三重汤城园区的MOMO 爆发群聚感染 不过他们强调 早在5月17号 就已经做好了分流 但是有员工出面反驳 甚至指控他们隐匿疫情 其实在这个中间过程中 正常个人 公司应该要先停止 工作这件事情 可是很多主管 在中午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反而没有紧急的做处置 反而是要他们先不要讲 前员工控诉MOMO 在事件爆发的第一时间 没有先做提醒 还让员工照常上班 甚至没有确实分流 MOMO电销和客服部门 是在6月21号 先发现一名员工确诊 隔天裁检再查出3人 还包含一名离职的员工 总共5人 新北卫生局表示 该部门6楼 共70人列为居家隔离 7楼员工2度进行快筛 皆为阴性 并要求自主健康管理 员工表示电销部在6楼 虽然和隔壁的内勤人员分开 但还是有共用空间 甚至还有其他员工 想请防疫架却卡关 公司要求家中的孩子 互相照顾 员工照常上班等 而MOMO回应 21号接获卫生局通报时 就已经依照标准 进行匡列居家隔离 防疫架制度 许多员工都有受贿 没有为难员工 也不会影响考机 TV的新闻 谢谢新闻新北市报道 汤城园区里头有 上百间的公司 这回爆发群聚之后 有些公司干脆帮忙叫万宋 或者是呼吁 带便当 三重的汤城园区 有上百间企业 员工数破上万人 而且呢 里面有很多餐厅 所以呢 也形成了自主的生活圈 再加上这边 离捷运站只有350公尺 所以不少人也是搭捷运上班 而这一次爆发群聚之后 也造成人心惶惶 汤城园区爆发群聚隔天 从中午到一楼 买饭的员工人数 就看得出来 明显减少很多 餐厅业者苦哈哈 不过群聚事件传开后 就连临近汤城园区的科技公司 也严正以待 就怕员工无形中 可能会接触到病毒 其他公司也都呼吁 减少外出机会 很害怕 中午都不敢下来买饭吃 尽量请他们自己带便囊 准备食物 原本下来是可以就稍微逛一下的 但现在好像就是 就只能逛一下下 然后说尽快的回来公司 然后回公司的话 就用酒精消毒全身这样 同样在汤城园区 设立门市的台湾大哥大表示 在爆发隔天就安排 当地工作人员快筛 台湾大车队则是 每周环境大清销 以及提供办公室员工快筛补助 包括汤城的个案 我们也是在快筛当中 目前都在快筛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不会设快筛站 但是鼓励内部公司 向金发局媒合 进行企业快筛 阻挡内部群聚持续扩大 TV新闻杨清波 李明辉 武术人和观艺西北市报道 板桥大圆板有贵解确诊 现在查出感染源是淮南市场 因为她的婆婆 在市场摆摊确诊了 天气热排个队 火气也很大 百货刷减站 几上百人等快筛 却有人插队 现场互相抢下 快筛站就摆在板桥大圆板镇门口 下午三点开始跑流程 亚东医护团队帮忙作业 会大动作筛解 就是因为四楼服饰店贵解 身体不适 主动裁解 六月二十九号 PCR阳性 贵生局一追才发现 原来她的婆婆是淮南市场摊伤 也染疫 确定是感染源头 等后座位区快筛完 十五到二十分钟 被叫后离场代表快筛阴性 如果阳性搭专车到医院PCR裁解 员工迫切人占定分两批次 三十后下午筛五百到八百人 其余七月一号再安排 有员工装备处很足 穿雨衣夹鞋套 还有的是整套防护装 我们有收到新北市政府那边的通知 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在 全体员工都是 持有快筛阴性证明的情况下 才能营业 不会透露处处 就是可能那边比较危险的消息给我们 而且我们上周末有做 就是第一万好像也是有做互动 有其他贵姐抱怨内部资讯不透明 上班心也慌 卫生局追踪确诊员工 只在六月二十四到二十五号上班 周六开始没到班 业主在这边要筛减到一千五百个量 能够完成在明天完成清销 快筛落实自主健康监测 那事务也会协助业者 把防疫做到位以后才会开始营业 百户为期三天全管清销 想确保环境员工安全 地方严堵破口要求落实筛减 才放行营业 听门新闻中的黄静言新北市报道 新北市新庄则是有一家 七口都染疫还不晓得感染源 确诊的宋小姐就说 侄女在隔离期间生日 医护人员非常暖心 还帮忙庆生 祝你生日快乐 对着镜头视讯 另一头是在检疫所支援的 常跟医护团队 因为宋小姐带着两个侄女 检疫所隔离期间 侄女碰巧过五岁生日 医护团队自发性的庆祝 让她很感动 在检疫所的日子 宋小姐带着两个侄女 从一开始的焦虑不安 渐渐的医护协助关怀 让她感到非常安心 宋小姐会发现确诊 是因为姐姐要做医美手术 意外发现快筛阳性 当天一位同住朋友也是阳性 都到集中检疫所 隔天宋小姐PCR出炉也确诊 虽然两位侄女当时快筛阴性 但因为姐姐已经隔离 妈妈也确诊 两个小孩没人顾 跟宋小姐一起进到集中检疫所 接着姑姑也确诊 一家七人都相继染疫 刚开始接到卫生局 说我PCR是阳性的时候 其实挂完电话 挂完电话后有 哭了一下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毕竟只剩下 我跟两个小孩 我们住在心中 但心中那阵子也是正在区 大部分都在家里 可能出去买个饭 真的不晓得怎么还会确诊 家人分住在三处检疫所 所幸都是轻症 全家人每天互相视讯打气 宋小姐和两位侄女 也在30号出关前裁剪 若顺利隔天能返家隔离 甚至担心小朋友裁剪不舒服 贴心的医护准备小礼物安抚 就是因为检疫所人员 不断给予鼓励 给了宋小姐最大支持 和家人一同对抗病毒 TV新闻组合报道 台南的蔡先生 因为对西药过敏 已经长达十年没有吃了 近期因为手扭伤 吃了朋友给的中药 结果眼睛肿到像两颗大鸡蛋 蔡先生的眼球四周 红肿胀大了一圈 简直就像两颗大鸡蛋 他试着努力睁开眼皮 真的很吃力 过了两天隔着眼镜还是看到双眼有浮症 这位住在台南的蔡先生本身就对西药过敏 因为手扭到二十八号朋友介绍吃中药 但他才刚服用半小时 眼睛就发热红肿 甚至还睁不开眼睛 吓得他赶紧就医 连医师打针缓解也担心再度引发过敏反应 看看过敏的当下双眼肿得跟鸡蛋一样大 过了两天眼皮还是泡泡的 但正常的时候眼睛很有神 蔡先生也透露曾经休克昏厥 已经十多年没有吃西药 发烧也只能靠自身的抵抗力来痊愈 连疫苗也不敢打 我们要到房间或听一些亲戚或一些朋友说 有什么药可以吃什么吃什么的 这样是不行的 他不一定说每个人吃都很适合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有含有热 蔡先生把过敏照片PO网 网友都笑翻 直说很像鲜蛋超人 也不少人分享同样经验 中医师认为可能是坊间药品 有餐杂其他成分 这下也让他学到教训 不敢再乱吃药了 TVBS新闻故所商宋家娟 谈谈报导 三级警线已经演了好几次 新北市九份就宛如真实版的悲情城市没人来逛 所以有七成外地来的摊商所信仙退出止血 其实整条街上都没人宣导员还是拿着指示牌来回巡逻 空荡荡的九份老街呈现这样的状态已经超过50天 最近紧闭的铁门上多了一张张的字条 都是要出租的店面 三级警戒后九份确实没人来 餐厅半手礼店面临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 没人潮等于没钱潮 开店就是亏损 200多家的商店有9成9的老板们干脆不营业了 甚至把店收掉退租 因为这里大部分都是外来人士租地开店 现在反而换房东们开始着急 没人租该怎么办 就连最夯的九份老街楼梯区 店面也都在招租 房东42平大的店面降租 强调是疫情期间才一个月5万 之后就要调涨回10万块 然后现在一堆就是要顶让的话 也贴出了蛮久了 然后大家都对这个疫情来讲的话 不少要延续到多久 有人说这宛如真实版的悲情城市 疫情终点看不到在哪 漫长无止境的等待 更等不到恢复荣景的那一天 摊商一一撤出 为自己的资金先止血 唯一还开着门继续营业的就是超商 但收支无法平衡的这些天 还能撑多久也考验着经营着 PVV新闻刘欣奎谢伦新北市采访报道 宁夏夜市恢复营业第二天 最新情况交给舒睿 好今天是宁夏夜市 微解封的第二天 也就是恢复营业的第二天 那我们可以在现场看到呢 还蛮多的民众 还蛮多消费者是来到这边买晚餐 而且人数看起来是比昨天还要多 摊贩的部分 昨天是有27间摊贩营业 今天多一点来到大约30间左右 那么呢现场的人流大概也是有超过百人 虽然呢这个人数啊 跟疫情前是完全没有办法相比的 不过可以看出来大家还是闷坏了 只是说不敢确定呢 有多少的民众会来购买 所以呢 像是很多摊贩业者 他们也不敢备太多料 于是呢就有摊贩 他们在开业三个小时之后 就已经卖完了 所以我们就要来问一下老板娘 今天的一个贩售状况 老板娘你好 我们想问一下 今天呢你的料是不是不敢备太多 然后大概多久就卖完了 今天差不多三个小时 出摊到忙到八点出头 八点多左右 三个小时 不敢备太多料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现在疫情 那个客人的那个 还是数量还是会少一点 逛街的还是会少很多 还是少很多 虽然感觉是有 可是真的差不多也是少了一半以上 不过今天的 中街人数还是比昨天多一点 稍微好一点点 有多一点点 明天开业的话 会计计要再备多一点的料 还在考虑 因为如果说 备太多人 最主要是派人多的话 会有点群聚的感觉 也是有点怕怕 就是尽量货出来 可以赶快卖完 赶快这样子 收 就回去 也是怕大家群聚 谢谢老板娘 好所以可以听到 其实老板娘不敢把料备太多的一个原因 也是担心说 可能如果客人一下来太多 可能会造成群聚的一个状况 所以大家也都是要严防防疫的规定 那么最后最后提醒大家 如果说要来宁夏夜市的话 记得还是要来填写石联制 而且在现场呢 他们都会配上这样子 可以量温度跟同时喷酒精 所以在每个地方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设备在 大家呢必须要填完资料 然后呢 来量体温之后 才能够入场 那么也是建议大家 还是要遵守社交距离 以上是为您掌握的真心状况吧 时间就还棚内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